不要问他何时回国 问就是下周 不要问他什么时候量产 因为他已经成为了FF91的第五位车主 造车九年 融资330亿 为梦想差点窒息 贾跃亭大声地宣布 法拉第未来已经交付了无量 其中一辆交付给了自己 这将是第一款奢侈电动汽车品牌的历史时刻 我们从不对标豪华汽车品牌 因为我们对标的是劳斯莱斯 法拉利 宾利等奢侈汽车品牌 我们从不抢豪华汽车市场 因为我们的定价是30.9万美元起步 大约219万人民币的价格遥遥领先于同行 如果你质疑为何卖得这么贵 贾跃亭会说 开着像法拉利 坐着像麦巴赫 你该如何应对 你要问他智不智能 贾跃亭直接将他定义为全能AI汽车 全球首创新词汇 你又该如何应对 不管饱受多少质疑 贾跃亭总能轻松应对 不管需要融多少钱 贾跃亭融资从来没极限 在融资界只有贾跃亭和其他 贾跃亭身近的行为 贾跃亭時有发立的 贾跃亭繁静 贾跃亭 贾跃亭